欢迎来到品世界 我是小斌 我在墨西哥Porto Vallada 今天我们来Vallada植物园看一看 这是一个私人的植物园 占地面积有450亩左右 海拔400米左右 04年成立 05年对外开放 植物园致力于五种宝负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珍稀物种 在这里落父 当然也生活着很多的鸟类 是父外运动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常常光临的地方 我们今天只是来这里随便看一看 因为它真的是太大了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国家 你看没有 后面的有野鸡 蛤? 野鸡 这里有个小蜂鸟 绿色的 我都不敢惊动它 它很不同 你知道的西鲁是海拔丝吗? 没有 海拔丝 海拔丝 这里有西鲁 海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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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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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哇 这个是蝴蝶 哦 这个就是可可了 我是第一次见的 就是用它来做巧克力啊 它里面掰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有纸 嗯 那个纸 洗过 弄过 可能还要发酵 哦 那么大粒啊 我原来以为是像那个 咖啡那样 那种小壳小壳的 不是哈 你看又来一个小蜂鸟 这个也是可可树吗 对是 哇 这个可可是这样长的 嗯 它是长在树干上啊 是 哦 很多水果都像嘛 榴莲也像嘛 刚刚都没发现它是长在树干上的 一排那个小公鸡 这个是小矮种鸡 那么小啊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 姿态很美哦 嗯 母鸡也很小 真的母鸡更小 哈哈 哇 这是 这是以前啊 很早以前 的鸡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 是 是吧 是 我们叫土鸡 对 现在哪里还有这种鸡啊 但是它们也太矮 它们也太矮小了 小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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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